请问出生死后该如何处理 是否也需要十二小时的祝念才能搬动 你这个问得很好 很难得 出生可能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为什么呢 人对着人生执着很严重 我想出生生一般减半就足够了 佛告诉我们 人在死后之后至少八个小时 不要移动 因为他生死没错 那我们想一般出生 尤其是小动物 越小的动物 它走得越快 像这些蚊虫蚂蚁 云飞软动的这些小动物 你应该得给它念个十几分钟 顶多半个钟点足够了 如果像牛羊 猪狗这些大的动物 你给它念一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不必要像十二个小时 太早就 buzzing Cou了吗 ießen吧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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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